说到香港名媛朱玲令可以说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朱玲令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投婚嫁给了霍振婷 第二婚还再嫁给了香港白衣富豪罗康瑞 朱玲令跟霍振婷离婚的时候已经是年过50了 虽然风云有存但是毕竟年纪大了 不过朱玲令厉害的就是在这里了 其实在香港还有一个人跟朱玲令一样传奇 投婚跟二婚都是香港的白衣富豪 这个人还是朱玲令的侄女 她就是香港富豪罗英时的孙女罗宝颖 朱玲令跟罗康瑞结婚之后 罗宝颖就成为了朱玲令的侄女了 罗康瑞就是罗宝颖的四叔 罗宝颖的爷爷 罗英时是香港的十大富豪之一 也是香港英军集团的创始人 她一生创办了三家上市公司 香港助理的朗豪坊就是罗英时的资产 这栋大楼的市值超过了200亿 罗宝颖的父亲罗孔瑞 是罗英时最大的儿子 罗宝颖长相非常漂亮 而且身材高挑 加上出身豪门 绝对是很多香港豪门公子的梦中情人 2001年罗宝颖在香港风风光光 嫁给了香港东亚主席李国宝的儿子李明乔 当时婚礼是轰动了香港 很多人对于李国宝这个家族并不熟悉 李明乔可是香港有名的豪门五代 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 不过李家已经富了六代人了 李明乔的父亲李国宝就是富四代了 他们家族是香港的老四大家族之一 他们家族的创始人李时铬 早年在香港白手起家 那个时候还是清朝的时候 当时他自学英语 然后在香港做大米生意 之后开始跟洋行合作 积累了庞大的资产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 李时铬的儿子李贯春跟李子才 与富豪周树成一起合作 创办了东亚银行 之后又一起联手创办了华人置业 这个时候李家的才势达到了巅峰 几身香港四大家族之一 跟何沪生所在的河东家族齐鸣 李贯春后来生下了三个儿子 这三个儿子也都非常厉害 其中大儿子李福树是香港的双料一员 第二个儿子李福宝是香港的第一个华人大法官 第三个儿子李福赵是香港远东证券所的创始人 后来也成为了香港联交所的主席 李国宝作为豪门四代 他十五岁就去英国读书了 李国宝跟李嘉诚仅仅相差十岁 李嘉诚年轻时期没钱读书 李国宝则是不一样 他获得了非常好的教育条件 李国宝后来更是考入了英国的剑桥大学 毕业之后他回到香港 加入了家族的东亚银行 李国宝在东亚银行是从低做起 用了十二年的时间征服了大部分的股东 最终成功当上了总经理的位置 在李国宝的带领下 东亚银行成功发展成为了香港最大的华资银行 不过这个家族也曾经在八十年代的时候陷入了低迷 当时李国宝的父亲三兄弟跟周寿成家族发生了分歧 大家在华人置业的发展上意见不统一 华人置业是香港最老牌 也曾经是最大的地产公司 比李家成的长江实业等公司历史悠久多了 后来李家跟周家越闹越大 这个时候香港一大批股市狙击手就盯上了华人置业 其中就包括刘鸾雄跟合计黄埔前主席韦李 后来李国宝父亲三兄弟自己也发生了内讧 于是被刘鸾雄趁机抓住机会 刘鸾雄先是在市场上吸纳股份 趁着李家跟周家内斗的时候 已经悄悄成为了大股东之一 后来周家见到大势已去 于是就把股份卖给刘鸾雄 刘鸾雄又私底下各个击破李家的三兄弟 最终李福树三兄弟也把股份卖给刘鸾雄 彻底退出了华人置业 这也是如今李家在商界影响力下降的原因 不过好在他们在政界的发展意志非常好 李国宝的堂兄弟中有很多在政界发展 而且成绩非常好 卢宝银跟李国宝的儿子李明乔结婚 自然是引起了香港的轰动 李明乔不仅仅父亲厉害 他的母亲潘金翠也不简单 潘金翠的弟弟就是香港富豪潘迪生 潘迪生是香港迪生集团的老板 随产也是过百亿 潘迪生的第一个妻子是香港 纺织女王杨敏德 第二个妻子则是杨子琼 第三个妻子则是出生豪门 不过这段豪门婚姻却仅仅维持了四年 2005年 罗宝银就跟李明乔离婚了 当时很多人认为罗宝银太傻了 为何要放弃李明乔这么好的丈夫 毕竟李家在香港是财力雄厚 不过 罗宝银自己也不差 他的爷爷留下了六百亿的资产 乱资产 罗家比李家还有钱 罗宝银父亲有六个兄弟 除了罗宝银的武叔是医生外 其他的几个人都是上市公司的主席 他们武兄弟总计控制了十几家上市公司 罗宝银跟李明乔离婚之后 很快就有了新的恋情 而他的第二任丈夫 吴伟国也不简单 吴伟国的姑姑就是001号小姐 武叔清 吴伟国的爷爷就是香港著名的美心集团创始人 他在美国留学回来之后 就加入了美心集团 2008年 吴伟国也成为了美心集团的总经理 吴叔清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企业家 当年他们在内地创办了第一家外资公司 如今他还在继续担任上海东方航空食品公司的执行董事 富华食品的董事 翠云就交代常务董事等等 吴伟国跟罗宝银结婚之前 也有一段婚姻 他的前妻非常神秘 几乎没什么人认识 罗宝银跟吴伟国结婚之后 很快就生下了两个儿子 2008年 罗康瑞跟朱莉莲在新加坡举行了婚礼 罗宝银也带着自己的丈夫吴伟国出席婚礼 如今罗宝银非常低调 除了偶尔参加明云活动跟慈善活动外 罗宝银几乎很少出现在媒体上 安心在家里当豪门太太 罗宝银这个女人也真的是不简单 接下来说 郭晶晶与婆婆合影 63岁朱莉莲气质华贵 婆媳差24岁四姐妹 近日前港姐朱莉莲度过了63周岁的生日 而席郭晶晶在社交平台晒出 为婆婆庆生的照片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寿星朱莉莲的穿着打扮非常讲究 发型起整端装 戴着耳环 身着黄色丝质衣裳 气质华贵 朱莉莲是缅甸人 做过演员 模特 后来从事慈善 这么多年来 她的美貌和气质 给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懂得保养的她看起来很年轻 仍然都说 婆媳关系非常复杂 不好相处 然而 早就听说 郭晶晶与婆婆的关系非常好 真的很难得了 当日郭晶晶依旧是一身朴素打扮 长相大气 一脸浮相 她站在婆婆身后 和婆婆一样 手里拿着一枝花 拍照合影 婆媳俩笑得很是开心 忽然觉得 郭晶晶和婆婆越长越像 大家觉得呢 不得不再次感叹 朱莉莲太年轻了 简直是动灵 郭晶晶39岁 比她小24岁 俩人看起来好似姐妹 郭晶晶晒照时说 感恩今生有缘 和婆婆成为一家人 豪门婆媳 如此亲近很难得 不禁令人好奇 郭晶晶与婆婆 为什么相处的这般和睦 或许可以推测 郭晶晶和婆婆 能够和睦相处的重要原因 是两人的性格很相似 比如 都是勤俭持家的女人 郭晶晶的穿着打扮很朴素 外出时 从不但名贵的首饰 最常见的是 一块钱的地摊头绳 此外 媒体曾多次拍到 郭晶晶在平价服装店选购 穿几十元的小白鞋 从外表完全看不出 是豪门阔泰 同样是阔泰泰 朱玲玲也非常喜欢 在平价服装店淘衣服 她的衣着极其朴素 毫不起眼 不难想象 因为有着相同的生活理念 说不定郭晶晶会与婆婆交流 哪家店的服装更优惠 确实是豪门中的一股清流啊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